外星落日的必然浪漫,提到外星球,现实几乎可以记买科幻想说了,以开普了16B来说,这是一颗土星大小的行星,距离地球大约200光年,围绕两颗恒星而不是一颗运转,它有一个绰号,塔图因,也就是小书中卢克和阿纳金天行者那个虚构的家园,在这里,每天都能看到两次运落,同样让人震撼, 每天傍晚,两个在天空中,永远相知不远的太阳,相继在耀眼的光辉中落入地平线,仅环想象两颗朦胧的红色恒星,较至地平线以下并非难逝,但天文学家仍然无法确定这些恒星,是否确实是红色的,在系外行星上,一些落月实际上和地球上的不完全相同。 阿里天体物理学研究所的天文学家保罗·安东尼·威尔逊表示,它们的颜色会非常不同,当然,天文学家无法新建这些落日,大多数学后,甚至不能直接看到这些行星,它们会等待一个时刻,当恒星微微变暗,行星领域,或者直接从恒星前面, 经过并遮挡住恒星的小部分光线时,直接观察这些行星,但并不是所有撞到行星圆排的光线都会被阻挡,实际上,一些光线会穿过行星最高层的大气层,会发现一些颜色缺失了。 这些缺失的颜色都有对应的化学物质,从我们熟悉的水蒸汽到比较陌生的器材基础,这些物质大量存在于系外行星的上层大气中,这些化学物质可以吸收恒星测定颜色或波长的光。 因此,在这个对签文学来说,很常见的反知觉联系中,任何缺失的星光都代表行星大气层中存在某种化学物质,而可见的星光都代表行星大气层中缺乏某种化学物质。 它给我们最明显的暗示,是我们能够具此检测到特定的分子,如氧气,这可以表明一个行星是适合居住的,甚至可能已经有人居住了。 不过,我们发现的第一颗零月恒星的系外行星HB209458B,肯定不是这样的情况,它是一颗气态行星,质量约与木星相当,轨道半径只有水星的八分之一,所以是热难当。 这个行星发现于1999年,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天文学家用哈伯空见望远近多次观察它,希望发现透过七外层大气的光线。 果然,除了一部分特定的,可以被那吸收的波长之外,星光仍然可以被看到。 每当行星零月起恒星时,这些橙色色调都明显减少。 在恒星的光谱里形成谱线,为什么会这样呢? 可能是因为行星的大气层中,存在大量的耐原子,耐原子吸收了特定波长的星光所致。 若干年来,光谱中缺失的谱线使得行星的大气层非常引人注目。 之后,埃格赛特大学的行星科学家弗雷德里克·彭特,使这颗行星的大气层更直观地为更多世人所知。 它利用剑膜来展示在福哈娜的天空中这座会是什么样的景象,那看起来真的很不一样。 高旋在这个星球天空中的星星看起来是白色的,就像我们这母的太阳一样。 但是当它开始下沉时,阳光穿透的大气越来越多,那新收到红色光和橙色光也越来越多。 但恒星中的蓝色光和绿色光会被放行,蓝色博长反射的更多像它们在地球上一样。 因此恒星最初看上去是蓝色的。 而当它开始下降时,蓝色光反射得如此厉害,以至于分散开去这也合在地球上一样,恒星就会变成明亮的绿色。 因此,如果我们在HD209458B上看日落的话,恒星在坠入地平线之前会由蓝色变为绿色。 不过,由于这颗行星是气态的,根本没有地面可控人们站在上面观看日落。 在彭特的日落模型中,观察者是位于其外层大气层中的空间站里。 当天,为学家观察另一个炽热的木星HD189733B零约恒星时,他们期望看到类似于HD209458B的结果。 即时钟的谱线会对应行星大气层中的化学物质。 所以,当HD189733B没有显示出任何谱线车时,他们非常惊讶,难道是大气层中,没有什么物质多到足以吸收掉特定颜色的光? 还是因为只有一个厚厚的,高开拔的云层纠横的吸收,并散射所有颜色的光? 天文玄将认为是后者,因此,在行星HD189733B上没有单一的元素,吸收特定颜色的光。 日落时,微酸延尘埃会散射掉蓝色光,只留下一颗红星落于HD189733B朦胧的地。 行星,HD209458B上的落日行星,HD189733B上的日落与地球上的场景,极为相似平线下,与地球上的日落场景非常类似。 即使是在地球上,日落也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。 如果你有机会在一个清晰的角度,观察远出地平线上的日落,那就密切关注一下太阳的圆盘,慢慢下沉。 在太阳的上边人消失在地平线上,夜晚来临之前的一瞬间,可能会迅速地闪现出一抹生动的绿色。 要看到这种景象,你需要清楚地看到远处的地平线,不能有阴霾,并且还要有极大的耐心和记好的运气。 出现绿色闪光的原因有两个,第一,光线进入一颗新的媒介时会发生折射,而蓝光比红光折射的更为严重, 因此,落日的顶部边缘是红色的,而顶部是蓝色的,所以敢关上红色太阳,先与蓝色太阳蜡下。 第二,因为蓝色光线很容易分散在我们的大气层中,因此你看到的最后的光不是蓝色的,而是绿色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